歡迎回來第六十集的《只要有電影》 上一集我想說Netflix的電影《淺草小子》 但在講電影前提出了我們怎樣去看串流平台這個新的媒體 又或者電影放在串流平台 它的利弊在哪裏呢 喊話小說 今次正式入題講《淺草小子》這部電影 因為禁止戲院都沒有戲做 我們去不到戲院看電影 所以我都預計在這兩三個星期裏 講多幾套串流平台上的電影 又或者是一些影集 《淺草小子》這部電影是近期Netflix 都比較受注目的電影 特別是喜歡看電影的人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它的原著又或者電影裏的《淺草小子》是誰呢 其實是講一個很出名的日本電影導演 叫做北野舞 北野舞的電影 在香港其實也做了很多 我也跟它有些關係的 因為它的第一部電影 還有接下來的幾部電影 又不是它出來的時候 我就馬上去發行 因為香港其實也沒有注意到那部電影 只是在電影節做過 後來我因為做了幾部後來拍攝的電影 包括奏鳴曲 包括花火 再回頭再買《小心惡景》來做 很有趣的是 北野舞作為導演 他拍攝的電影 基本上和他作為一個在日本的 其實他很早就出名了 很早就成為日本的家傳胡曉的名字 那個形象是完全相反的 北野舞作為一個電影導演 他給人一個最深的印象 第一他差不多佔了一半以上的作品 都是和黑社會有關係 也有傳說 他和黑社會本身有一個很直接的關係 他是不是黑社會也不知道 而且他處理黑社會的題材 處理暴力的方法是相當獨特的 他的電影相當暴力 但是暴力不是一種煽情的效果 也不是一種感官刺激的效果 而是相當冷的處理 那個暴力也來得很突然很猛烈 而他通常都是施行暴力的人 無論他是飾演黑社會大佬 又或者好像小心磨境 他是飾演一個手段很兇殘的一個警察 但是他拍攝所有動作場面和暴力場面的呈現 都相當冷的 而且是所謂no nonsense 免得跟你多說 一禮就啪一聲 就是這樣 毫不留情 形成了他一種很獨特的風格 也很快在他的同代導演來說 他的電影在國際上很受歡迎 亦都闖出了一個名堂 可以說是藝術和商業都兼備 他亦都得過威尼斯電影節的 最高的終生榮譽獎 亦都得過最佳導演獎 所以說他是一個很出名的導演 但是他其實在日本 他開始成名 其實在七十年代已經開始成名 去到八十年代 他為什麼是一個家傳匯奧的名字呢 他靠的是什麼呢 其實他靠的是搞笑 所謂的搞笑 現在是一個很特別的 日本很獨特的一個搞笑的形式 這個形式就叫做漫才 漫才 漫就是漫畫一個漫 漫才是什麼呢 其實漫才就是一個 都相當有傳統的一個 這樣的藝能式的表演 就是一個二人組合 都有些三人組合 但是比較少 通常都是一般都是二人組合 有很多人就說 這個二人組合的搞笑表演 就好像我們中國的唱相王 上升 在西方都有的 西方就叫做一個duet 有別於棟督笑 棟督笑是一個人 通常兩個人就是一問一答 有些火花拆出來 一個就做比較嚴肅那個 另一個就比較傻的一個 這個都在漫才的二人組合裡面 都是一個角色的扮演 一個就是傻奸奸 另一個就是 可能是數臭他 然後兩個人有些 用很多很急速的節奏 去講他們的一些編寫好的對白 有時候都會有些肢體動作 即是拼一下你 即是刮你兩巴 這樣都有的 當然語言上高 就夾雜了很多 除了笑話之外 那個笑話都是由一些 譬如一些噴 即是所謂諧音字 然後一些子喪馬懷 一些文字上的笑料 這個漫才 我看回一些資料 原來以前最初叫做漫歲 漫就是毛主席漫歲的漫歲 那個漫字雙通 即是由一漫二漫三漫的漫字 就變成一個漫話 即是漫談 即是一個這樣的形式 即是這樣的意義 稅其實就是財 在日本的財這個漫字 其實是講你幾歲 譬如我今年十八歲 你就是十八財 就是在喜慶日子的時候 都是這樣的二人組合 周圍逐家逐戶地去拜年 拜年就講一些很有酗趣性 但是很吉利的說話 接著甚至表演歌舞 慢慢這種表演的形式 就成為一個舞台上高的形式 而且慢慢是流行的 所以這個淺草小子的故事 其實就是講北野舞 讀書的時候 已經很喜歡這個 講笑話這種漫才的形式 甚至他讀大學 是決定休學 然後就去企圖發展 作為一個搞笑藝人的事業 但是起碼我理解之中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 萬才有沒有讀這件事 好像電影 好像戲劇 可以在大學有一個科目 一個學系 我相信很像我印象之中 我沒有聽過 所以當時他們唯一想入行 當然自己是找一個拍檔 自己在那裏寫自己的劇本 然後排演 那個漫才的表演 但另一件事就是去拜師 所以北野舞的時候 他走到淺草 日本的淺草區 就是一間叫做淺草法蘭西座的劇院 企圖想進入這個劇院 他為了崇拜一個萬才的藝人 他想去投靠這個藝人 拜他為師 但當然你進去不是拜師就拜道 甚至因為日本的背份 至今也是 只要你入了一個組織 入了一個機構 入了一間公司 其實那個背份是分得很清楚 即是你進去 就算你學歷好也好 你也要由低做起 所以北野舞進去 其實是由一個電梯仔做起 其實那間店很小 只有幾層樓 三、四層樓 但他也是有一個職位 所謂的電梯小子 就是幫助這些明星 幫助這些藝人 其實都不是什麼明星 都是一些表演藝人 或者老闆 去按電梯 都有價值的 他們做這個工作 就是撿頭撿尾 他希望去崇拜的藝人 做師父 結果被他收了做徒弟 然後在這個師父之下 慢慢去學習萬才的技能 然後兩年之後 離開這個師父獨立 就找了一個拍檔 組成一個二人的組合 但頭幾年都是跌跌碰碰 都未能夠掌握到這個 萬才表演的風格 甚至是很多失敗的經驗 這個電影很有趣 因為開始 第一個鏡頭 其實他看到北野舞一個大的特赦 這個戲飾演北野舞 就是由一個日本很年輕的演員 叫做柳諾丘尼 是飾演的 柳諾丘尼在十幾年前 他還是一個少年的時候 應該是十五歲 十四五歲 他就是憑著演這個 視之餘和的 垂之赤子森 在康城裡面 成為康城到目前為止 都是最年輕的影帝 那一年他的對手 就是我們的梁朝偉 我還記得 其實梁朝偉輸了 是有點不服氣的 在香港回來的時候 在機場接受記者訪問 還有些在抖氣 正確實說話 我不記得很清楚 意思是說 你會十幾歲年輕人 懂得演戲嗎 但是到了今時今日 我想梁朝偉都要承認 這個說話是一個很錯誤的說話 因為柳諾丘尼 由第一部戲開始到今天 其實每一部戲都做得相當不錯 特別是前組小子 正如我所說 他一開始就是 其實已經成為一個中年人的北野武 是一個特寫 坦白說 你一看畫面 你就真的以為那是北野武 這部戲也是一個BIOPIC 像和不像都是一些問題 這部戲很明顯 用了一個像的手段 去表演 就是北野武這個前半生 但是他聰明的地方 他就是一開始 他就讓你看到一個中年的北野武 而且這個北野武 就是我們現在熟悉的北野武 我看回一些資料 原來柳諾丘尼花了五個半小時 做這個化妝 真的相當神似 然後就說他去接受訪問 一直拍著他在後台 然後在背部 他看到這個正面之後 他就再沒有看到一些正面的場面 後來戲很厚 然後才看到另一個正面的化妝 但也是變成一個wide shot 去到這麼近 是只有一個這樣的鏡頭 之後就是側面 要是跟著他背部 一直走 這個特赦 因為他花了這麼多時間 做得這麼神似 形似 所以效果就很突出 其實在第一個鏡頭 就已經establish了 這個戲是一個很真實的描寫 當然我們不知道 戲裡面的故事 是否全部真實 那一刻坦白說 我也沒有想像過 這是否柳諾丘尼 因為差距太大 柳諾丘尼還是很年輕 應該是三十歲出頭 我看他平時的訪問 甚至看他以前幾部戲 都是一個很年輕 都可以生得英俊的一個演員 完全沒有辦法想像到 這個中年的北野舞就是他 然後這部戲才反映回 就是他在1974年剛剛出道 作為一個二人組合的獨立表演 那一場很有趣 那一場表演其實 那個劇場真的沒有什麼人 已經很冷清 只有幾個觀眾 然後那些觀眾甚至是 沒有什麼反應 也很冷淡 根本聽都不是很認真地聽他 然後北野舞表演到中間 突然之間就罵觀眾 指著他罵他 真是不聽我說話 這個行為當然是一個很有趣的行為 當然也是一個自殺式的行為 然後他們被人解僱了 然後他們才入住一間酒店 兩個人在酒店那裡 已經開始為他的前途很擔憂 甚至覺得 喂大哥你這樣搞 不會再有人請我們 不會再可以希望上到電視 然後才反映回到兩年前 他最初去到淺草的法蘭西座裏面 就是做電梯小子開始 到底他怎樣可以拜到 他崇拜的萬財藝人為師 我們下一節再說 會不會再講 Vatican 之前再講 不對 生病